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的职业生涯起点是在华尔街 他曾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位华人核心监管 之后他陆续在摩根大通 路透社 普华永道 花旗银行和摩根市单利等 享誉国际的金融巨头机构担任技术 咨询和审计职位 二十多年的华尔街投资和金融管理的经验 为他之后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巴尔鲁学院隶属于纽约城市大学 是纽约市内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 在商学 会计 金融等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学院的金融学硕士项目是全美最佳之一 商学硕士项目也名列前茅 除商学领域外 学院的政治学 会计和数据分析等学科也颇具实力 多项学科被评为全美顶尖 巴尔鲁学院校长David Wu 博士 对刘文胜先生回目校演讲表示欢迎与感谢 巴尔鲁学院教务长李明珠教授 为大家做了开场白 在演讲中 刘文胜先生回顾了他 创办一道国际集团的发展历程 他列举了创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不断调整战略与适应市场的经验 刘文胜先生是一位连续创业者 在创立一道国际集团之前 他是华尔街黄埔资本的创始人兼总裁 也曾担任阿波罗太阳能的首席财务官 并于1999年共同创立了北京科兰软件公司 这是一家现有4000多名员工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 为中国400多家大众银行提供核心服务 2023年3月3日 一道国际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所谓创始人和CEO 这是他持续创业路上的右衣里程碑 他坚韧不拔 锐意进去 不断超越自己 他已勃勃激动 喷不欲出的创业情怀 挥洒出精彩的人生 刘文胜拥有Baluk学院颁发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硕士学位和会计硕士学位 这些学术背景为他在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并加深了他对管理和创新的理解 使他在面对创业和管理企业的棘手局面时 拓展度 进退有序 在演讲中 他也以自己独特的职业经历和多样性背景为基础 分享了他在创业旅程中所积累的知识 观念 方法论和人际关系 引发了师生们的广泛兴趣 刘文胜先生还从个人成长以及职业选择等层面 鼓励同学们请于钻研 他还强调了如何将不同领域的思考 融入到创业和领导中增长跨学科的融合能力 除了金融领域的职业生涯 刘文胜先生还以多领域的研究和创作而闻名 他的知识体系涵盖了文学 命理学 心理学 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等广泛的领域 撰写了五千多首中国古典诗歌和九本专著 凸显了他在智学领域文理兼容 博古通经 学贯中西的通达能力 出现上天入地 月星达灵的兴趣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演讲结束 巴鲁学院教育长李明珠教授 向刘文胜先生赠送了纪念品 感谢他的演讲为巴鲁学院的师生 带来别开生命的启发 同时 他的个人经历和卓越成就 为师生们呈现了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他的职业成功和多领域的热情 为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的演讲不仅是知识和经验的分享 也是对大家融会贯通能力的启迪 更是对人生追求的探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